大家好,我們是來自新生命教育協會平安高音職場的學生 我是林曉峰 我是林偉銘 我是湯俊興 我是林偉銘 湯俊在做甚麼? 有錢的地位置 那不如來發洩一下東西才知道問題 我發現藍廁地板經常出現活跡 所以我希望透過指示針去提醒藍士去小便士的情況 從而避免露污地板 我們用指示針表示尿兜附近的情況 綠色那時是乾淨 藍色那時是少少污漬 紅色那時是嚴重污漬 雖然科技可以解決我們的衛生問題 但我認為應該從源頭入手 提醒使用者去小便士的情況 最後我希望大家不要太依賴科技 提高我們的公德心 在打造這個藍廁的同時 因為我們都身為男生 所以我們都清楚明白到女士的需要 我們發現現今商場的女士 經常都會出現大牌長龍的情況 不過只要適用科技和室內設計 就可以有效地分散人流 和增加廁所的使用效率 我們在設計日面加裝了被動式銅外線感應器 當有使用者使用的時候 就會透過互聯網將任何的數據上載 而我們用了LED燈去顯示廁所的使用狀況 當廁所比較空閒的時候就會是紫色 而比較繁忙的時候就會是紅色 而紅色就是代表滿座 另外我們在排隊的位置加裝了壓力色感應器 當偵測到使用者排隊的時候 都會將有關的數據上載 使用者就可以透過商場的網頁 或者廁所外面的顯示器 就可以知道每一層廁所的使用狀況 這樣就可以有效地分散人流 還要解決這個問題 確認有些長者 在使用傳統的石頭巾內 發生了一些意外 如果這些意外可以突然發現 就在地面 所以我們覺得 傳統的石頭巾應該著重安全 我們用了被動式銅外線感應器 去偵測裡面的人有沒有視線 同時我們也透過iPad去看到 裡面的是高風險和低風險 如果是高風險的話 我們就會去關心一下她 真的有沒有事 如果真的沒有反應的話 我們就會有個iPad 寫一個 warning message給她 令到LED燈模式閃一下閃一下 令到外面的群眾 知道裡面的用者是有 還要去拯救她 以上就是我們的分享 多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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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大家